注意看 男人正带着儿子起滑板车 没想到下一秒竟然直接飞了出去 果然孩子没有危险的时候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就在刚刚 男人看到路边有共享滑板车 恰好儿子也想尝试一下 父亲便掏出手机扫码付款 接着事业儿子赶紧上车 前方路段是一段下坡路 父子俩正享受着速度与激情 男人还不忘提醒儿子 千万别告诉妈妈 就在这时 路边的一辆车突然打开车门 父亲一个飘移躲了过去 这波操作让儿子直呼9626 但心里不免也有些后爬 果然前方路段行人多了起来 车子速度过快 直接不受控制地从人行道穿了过去 转眼来到下一个路口 儿子却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下一秒无人机掉落 父子俩来不及躲闪 直接撞上然后飞了出去 路人见状赶忙拨打救援电话 消防员赶来时 男人正四脚朝天 头还插在篱笆里 艾迪找来电锯 队长准备把数据段将男人救出来 好在男孩只是脸上挂了彩 不然男人回家都没法跟媳妇交代 另一边警员拿着无人机询问西装男 他解释说无人机失控才会掉落 但一边的金发妹却质问他 为什么无人机一直在他家上空盘旋 警察听了以后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他要求西装男出示无人机驾驶证 可他根本拿不出来 最后只好被警察带走 渣男实在是太惨了 只因女友给他戴了一顶帽子 竟然气得一屁股坐到了充气泵上 同事健壮赶忙拨打救援电话 消防员很快到达现场 发现他呼吸微弱心率过快 胃部胸腔甚至眼皮下都注满了空气 巴克查看气压表得知 竟然有100磅气体注入了他全身 队长命令爱迪给渣男吸氧 然后让阿强给他注射马飞 由于男人体内压强太大 不但氧气无法输送 连注射液也推不进去 此时渣男颈静脉开始扩张 对一解释他这是张力兴起胸 气压使得他的器官逐渐衰竭 现在必须马上给他的胸腔减压 只见巴克解开男人的衣领 爱迪找准渣男的第五根肋骨 毫不犹豫地扎了下去 随着体内气体的不断排出 渣男渐渐醒了过来 众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转眼另一边又发生意外 黑鬼和白痴为了直播涨粉 竟然将好兄弟的头插进 塞满水泥的微波炉 不出意外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男人的头直接卡住了 两人一看情况不对 赶忙拨打救援电话 消防员很快赶到 队长询问男人情况 可是他什么都听不见 必须先将微波炉和水泥卸掉 就在这时意外又出现了 黑鬼和白痴正在直播 为了长粉丝 他们竟然把朋友的头按进水泥 不出意外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男人的头直接卡住了 俩人赶忙拨打救援电话 消防员赶到后 黑鬼说男人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白痴让他含了一根管用来呼吸 来到天台 众人看见男人头顶微波炉 队长试图和他交流 奈何水泥封住了耳朵 男人啥也听不见 必须先把微波炉拆掉 一不小心竟然被管中的口水枪倒 只见他直接站了起来 奋力想要摆脱束缚 却不小心一头扎进游泳池 直接倒立在池底一动也不能动 消防员立马潜入水底 三下午除二把他捞了上来 黑妹检查说男人呼吸薄弱 队长下令赶紧拆掉微波炉 与此同时阿强也在做胸外按压 微波炉拆掉后 队长拿凿子巴克拿锤子 俩人默契配合砸了两锤后 水泥直接裂开了 众人赶紧扒拉开水泥款 好在男人很快醒地过来 这时白痴又拿起手机开启了直播 他兴奋地向网友们讲述这个传奇的故事 队长却一把夺过手机 然后直接踢进了水里 男人打算在电梯上求婚 女友赶忙拨打救援电话 消防员很快到达现场 发现男人被压在电梯下无法动态 艾迪和队长立即拿掉一节阶梯 队一马上跳下电梯 经过检查男人还有脉搏 阿强尝试和男人沟通 并告诉他千万别动 但要保持清醒和他说话 与此同时队一看到男人的双腿 正死死卡在齿轮中 他立即上来向队长汇报 传动链卡在他的鼓动脉上 可能已经割断了大动脉 队长命令黑妹准备好书页 另一边队一也剪断了链条 女友听男人惨叫默默流下眼泪 下一秒男人被救了出来 得救后他首先询问女友答应了吗 队一告诉他戒指已经戴上了 男人高兴地笑了 然而下一秒就开始剧烈咳嗽 紧接着血压突然下降 心脏也骤然停止 黑妹立即给他戴上氧气招 阿强同时做胸外按压 在大家的努力下 男人并没有起死回生 此刻女友再也绷不住了 他痛苦地趴在男人胸口 大声呼喊男友的名字 �τε莲妖כ 啊啊啊 啊哈哈哈哈 肯腾心太大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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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Señ一边 啊ừthy恩啊啊啊 commissioned